來 繼續來看這個立喚宜 今天是選調子委員 納北東團繼續來合作 外交國宏委員會 國民黨是任何 民眾黨 由林一軍來做調子委員 不過這是給國民黨 也是要請出調子委員的立委 鄉人 吃不完 直接來看失 沒去投票 最後一刻再來宣佩 立喚宜又向外交委員會 調委的選舉 國民黨決定 任何民眾黨的任一軍 想向合起和笑 不看起 英國衆 親身亡定 當年立喚宜 韓國族 負責港客信 也隆重到威 我們就以推舉的方式 來產生本會期的招委 一直到更前結果 才行出委員會 原本定條八位委員會 調委的總部都是國民黨主題 岩國團出 報官期 在政一天的報 向向在東團的軍組 要用後任一軍 讓黨來請不問 還有別的親自 我講說我本身還見得非常多 非常多的職務 根本沒有時間搞正 我們以前在委員會裡面 不管是不是招委 我們都會強力監督 那黃仁委員那邊是不是有爭取 黃仁委員我還沒碰到他 畢竟當中議選會期 調委的還有白案款 三個黨團修正要唱 經紀了解 國防外交委員會先完 本地當然有藝術要讓馬文君 繼續擔任調委 嚴格所向各地說 他沒有議官 市下室也沒有要進出 但仰空是沒有主動競爭 只穿腳底腰的橫筋 這時候也跟來黨接受結果 連調委的選舉都沒有來 感謝國民黨的謙讓 我不會辜負大家的期待 他們用國防外交來作為 他們藍白的樣板 我們以後還是要注意 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他們會不會又趁這個機會 又出什麼怪招 也不會合理太子這麼明朗 到了外國 其他委員會不含意見的一樣 有拿到國情下 一式的調委 特別是在這委員會不分 因為民眾黨的王三三 從美國並沒有親家 所以在這委員會 只做為他投票 國定調委的委員會 六位有民眾黨的老衛員 國民黨的立委 但有丁凍算 那個他想要抽也很久了 三次調委留後 稍後就將美軍接一算的回憶